我觉得可能赢不来这样的十年 一个是中共自身现在积累的社会矛盾 以及经济上的这个逐年的下滑 我觉得中共现在很难就是借助这个美伊的冲突 然后赢得这个时间和空间 当然它可能主观上呢它有这样的愿望 就是刚才其实我也谈小明先生也谈了 就是想坐收于人之力 这个你调点事 然后让你美国呢无暇跟我中国斗 这样的减轻我们这边的压力 但是我才可能那个电话断了 也许没有没有这个说听到啊 就是我谈到就是 一个是可能这个美伊战争如果全面的打起来 那这个就必定会这个是中东的形势动荡 而中东的形势的动荡就会影响中共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对于这个中共赢得这个所谓的下一个和平发展 或者这个打一个翻身仗来讲在经济上 那这个至关重复 现在中共的这个如果说中东局势动荡 那么这个一带一路计划受到的波及会比较大 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也注意到 现在在此前啊 这个中共中共的官媒一直转载一些个 比如俄罗斯通讯社讲 说这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德克兰无意与美国进行战争 然后呢还有这个昨天还还还还发转发一个消息 就是说伊朗外交部通过这个官方的推特发表一个消息称 说将重新全面遵守核协议 我查了一下还果然有 在推特上还果然有 但是没有什么回应 但是呢中共方面的媒体就很重视这一类的消息 那为什么呢 我觉得实际上有可能他们中共从内心上 还是怕真的打起来影响中国在中东或者在伊朗的利益 而且呢这个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就是包括孟晚舟事件 包括华为这些焦点都跟伊朗有这个密切的关系 那么一旦真要站队的话 那中共就不好办了 就很难站这个队